詞曲 李宗盛 我是18歲從鄉下到台北來讀書 20歲那個前後 最大的感受就是 來到台北看到各式各樣厲害的學生 我的科系幾乎所有的教科書 全部是英文的教科書 突然間要改用一個 你在高中以前 其實並不那麼熟練的語言去求知 對我來說 這個社會充滿了新的刺激 跟充滿了各種可能 我當時來自於一個非常拘据的家庭 所以我一開始打工 很短的時間內我去做最常見的學生 去做家教 可是我在大一下之後 我就用我的繪畫的技能 就去了幼思文藝去做美術編輯 所以很短的時間內 我就把我中學的時候 讀書所讀到的所有的作家都見到了 因為就在那個辦公室裡頭 我的主編是雅璇先生 所以我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作家 工作之後 我在每一個地方都是做了幾個月之後 我的主編就發現我不是只有美術的能力 所以他就會把其他的工作也交給我 應該說我碰到的這幾位主編都是 都是當時台灣最好的 藝文藝術的主編 所以我有點是碰到了貴人 好像是有一個大探險家 親自來帶你去旅行 我是一面做一面去體會這個工作 然後想像這個工作的意義 跟他未來需要的一些工作的能量 當然那時候社會很新 所以現代化的過程也才 就在我的時代 我說那時候農業社會 要變成現代社會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非常有機會去做一些 前人沒做過的工作 這個相比於今天的年輕一代 他可能就沒有我這樣的幸運 很多社會上的這些規範都成形 他有很多時候他必須要follow社會的規則 我那個時代沒什麼規則 因為大家都沒做過 比如說台灣從沒有翻譯著作權的保障 到有翻譯著作權的保障 那個過程是工作流程通通變的 早年我在報社的時候 你需要任何資料 你就去圖書館找 找出來就把它剪下來 你就可以用了 但是你到了開始要 你要取得翻譯權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一個東西你要用 你都要先聯絡那個原權利人 所以你必須要有個系統 要能很快的 因為報紙的作業只有幾個鐘頭 你要怎麼能夠找到 這個權利人的同意呢 不然的話那個流程就不可能完成 必須把台灣的這個 這個著作權的架構要建造起來 要跟西方已經成熟的著作權的管理組織 要建立起一個長期的聯繫 你才有辦法用那麼短的時間內 或者是你用事後的方式來結算 那我經歷了所有這些從無到有的過程 那我們年輕的時候 當然都相信我們會改變社會的 實際上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就不知不覺就改變成社會 因為社會需要改變 它正要走到一個新的型態的 你任何一個人只要被派去做一個事 那個事就是新的 你完成了它你就是改變成社會 所以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事